九玉见地 第4491章 第一境驱海域 作者 邵宇 楚丰棉的混沌血脉 可以将诸多血脉之力融为一体 尤其是在修行了混沌秘典后 这种种血脉之力 也将直接向着混沌血脉所转化 而融入的血脉之力越多 楚丰棉修行混沌秘典之后 自身的实力提升也就越大 当然并非是所有的血脉之力 都可以融入到楚丰棉现在的血脉之中 先天神兽血脉 本就是无比霸道的血脉之力 一般的武者 根本是无法身躯 同时融入两种先天神兽血脉之力 互相反噬 更是可能直接生育 而相对弱小一些的血脉之力 却是一旦融入到了身躯之中 也会立刻被先天神兽血脉的力量所吞噬 楚丰棉也曾经尝试融入过一些弱小的血脉之力 但是无一例外 都是被先天神兽血脉所吞噬了 先天神兽血脉之力 互相交锋反噬的风险 因为楚丰棉现在拥有着混沌血脉 足以将其全部镇压 倒是不会发生 但是一些弱小的血脉 却还是根本无法融入到楚丰棉的身躯之中来 所以楚丰棉纵然是可以挑选血脉融入 也只能够是融入跟先天神兽 一个层次的血脉之力 至少是相差不远的血脉之力 才可以抵挡住先天神兽血脉的吞噬 而这样层次的血脉 本身就不多 还需要足够的精血 才可以令楚丰棉凝聚出血脉之力来 所以 这样的机会 却是少之又少 而现在 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的海兽 按照楚丰棉的推测 至少是拥有二品血脉 甚至是二品顶级的血脉 这自然令楚丰棉起了兴趣 二品顶级的血脉 已经是足以抵挡先天神兽血脉的吞噬了 有资格融入到楚丰棉的身躯之中了 再融入一道血脉 楚丰棉的力量 还将更进一步 楚丰棉大概又询问了 这旷海神尊一些第一禁区海域的事 只是这旷海神尊 也未曾真正探索过 这第一禁区海域 所以能够告诉楚丰棉的事也不多 不过无妨 反正以楚丰棉现在的实力 他也不惧这北海界之中 有什么危险 可以威胁到他 楚丰棉跟旷海神尊的顿光 一路飞行 半日的时间 第一禁区海域 已经就在眼前不远处了 其实所谓的禁区海域 本就没有单独的分界 只是一些海域妖族 按照那些海兽栖息的领地 所判定出来的一片区域 被称之为禁区海域 本质上这所谓的禁区海域 其实依然只是无边无际北海的一部分 只是靠近 这第一禁区海域 楚丰棉便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一股升腾而起的力量 这一股力量 正是来自于第一禁区海域 从第一禁区海域的中心区域爆发 选择向着周围扩散 这一股力量的笼罩之下 令人都难以靠近 果然是有异象 那旷海神尊也是感觉到了这一股力量 目光凝重地看向这第一禁区海域 看来 那第三枚水灵精 就在此地了 旷海神尊 曾经也拥有过一枚水灵精 而相比于那玄阙先帝 这旷海神尊 对于水灵精的了解 甚至还要更深 旷海神尊 正是凭借着那一枚水灵精 才成功地打破这北海界的世界极限 踏入到了七阶先帝的层次 当然 这也是有着寒基新主诸多秘书的帮助 那玄阙先帝的实力 按照楚丰棉的推测 最多也就是一位八阶先帝 所以难以利用这水灵精 倒是也不奇怪 正因为对于水灵精如此了解 旷海神尊才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在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爆发出的异象 这其中蕴含的力量 毫无疑问 正是北海界的天地法则之力 更应该说 正是水灵精的力量 这力量 似乎并非是有人控制了水灵精 而是那一枚水灵精 不由自主爆发出的力量 似乎是水灵精受到了什么威胁 才将力量爆发 最终引起了这天地异象 相比于旷海神尊 楚丰棉则是看得更加深远 他也是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 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爆发力量的真正原因 应该是那一枚水灵精 就是躲藏在了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结果现在却是遭遇到了危险 不得已爆发了力量 最终因为这爆发的力量 引起了天地异响 不管如何 既然这第三枚水灵精 就在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就先进去再说 楚丰棉眼神冰冷 不管是什么人胆敢阻拦 来跟楚丰棉争夺这第三枚水灵精 楚丰棉都丝毫不拒 胆敢阻拦他的人都得死 你留在这里 我一个人进去就行 楚丰棉目光看了一眼 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他的灵石笼罩了过去 已经是察觉到了 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已经是有人先行一步进入其中了 楚丰棉也不打算再浪费时间 直接进入其中 这旷海神尊虽然实力不弱 但是跟在身边 还是爱手爱脚 听到楚丰棉的命令 旷海神尊连忙后退 他也明白这第一禁区海域 危险无比 现在不用跟随楚丰棉进入 他自然是无比原因 记得 这北海界之中 若是还有什么地方 发生异象 也第一时间通知我 楚丰棉在进入第一禁区海域之前 还是转过头去 突然对着旷海神尊开口道 随着楚丰棉 将身上混沌家族血脉的力量散布出去 这混沌圣皇留在这北海界中之物 也应该逐渐要浮现出来了 是 旷海神尊连忙答应下来 而楚丰棉 则是在说完的一刻 他的身形 便是当即化为了一道顿光 便是向着第一禁区海域的方向飞了过去 这水灵经爆发出的天地之力 将整个第一禁区海域所笼罩 看起来便是如同一道墙壁 以阻拦所有进入其中的武者 但是楚丰棉却是丝毫不在意 他大手一挥 这世界之力化为的屏障 便是被楚丰棉撕裂开了一道口子 旋即楚丰棉的身形 便是一步踏入到了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第一禁区海域 也是一片无比巨大的海域 看起来跟北海一样 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 本章完 九域见地 第4492章 独角金鱼 玄金血脉 作者 邵宇 但是楚丰棉在进入到了这第一禁区海域 来到这海面上空的一刻 他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在这看似平静的海平面之下 所蕴含的庞大力量 激烈的力量 轰然爆发 在这海平面上 都是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 在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已经是爆发着战斗 而且这双方的战斗 也是无比激烈 这战斗的双方 实力都已经达到了北海界的极限了 看来已经忍不住动手了 楚丰棉早就知道 有人比起 还要更早地进入到了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毕竟在旷海神尊得到消息 将消息传递给楚丰棉的时候 那玄雀先帝 却是已经带着海域妖族 已经是 前往了这第一禁区海域 以这玄雀先帝 对于水灵精的渴望 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地 赶来这第一禁区海域 现在看来 这玄雀先帝 果然比起楚丰棉来得更早一步 而且已经动手了 不过看起来 这玄雀先帝那边 确实没有多么顺利 以他的实力 竟然是在夺取这第三枚水灵精的时候 陷入到了苦战之中 这倒是令楚丰棉 稍稍有些觉得可惜 若是这第三枚水灵精 现在已经是落入到了玄雀先帝的手中 那么楚丰棉现在到来 直接将那玄雀先帝击败 便是足以将三枚水灵精 全部得到手中了 而现在这玄雀先帝 既然是陷入了苦战 那看来这得到了第三枚水灵精的家伙 也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 不过 不管是这玄雀先帝 还是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隐藏的家伙 在楚丰棉的眼中 都不过跟蝼蚁一般 楚丰棉没有丝毫停滞 他的身形在进入到了这第一禁区海域之后 便是轰然向着海底的方向钻了过去 楚丰棉的顿光 进入到了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周围的海水 都是纷纷分开 刹那之间 楚丰棉的顿光连连闪烁 他也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战斗的波动 距离楚丰棉 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就是这里 楚丰棉目光一凝 来到了这第一禁区海域的中心 这里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海沟 而刚刚爆发的战斗 正是在这海沟之内 楚丰棉一眼就看到了五道身影 站在这海沟之中 这五道身影 分别站在各处 似乎是在催动这一道阵法 这五道身影看起来 像是人类舞者 但是楚丰棉一眼就认出了 这五道身影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可都是海域妖族的气息 长相已经是人类相同的海域妖族 这便是海域妖族之中的妖皇 而且 这五位妖皇的气息 也是极其强横 无一例外 都是踏入到了六阶先帝巅峰 站在了这北海界顶点的存在 这就是海域妖族中的五大妖皇了 而现在这五大妖皇 却是一同布阵 似乎是在相助这两方的战斗 另一边 楚丰棉的目光看了过去 便是看到了两道身影 其中一道身影 看起来像是人类舞者 但是他身上施展出的舞蹈 却是跟北海界的舞蹈截然不同 玄缺先帝 跟楚丰棉一样 得到了世界种子 进入到了这北海界之中的外界舞者 在这玄缺先帝的身上 楚丰棉果然是感觉到了水灵精的气息 那一枚水灵精 果然是一直被玄缺先帝带在身上 这样重要之物 玄缺先帝可能不会 将其放在其他地方的 可能是随身携带 而跟玄缺先帝交手的 却是一尊庞然大雾 足足是有着数万丈之大的庞大鲸鱼 如此巨大的体型 也只有在这海沟之下 才可以随意地施展 而楚丰棉在看到这一尊庞大鲸鱼的一刻 却是有着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 那庞大鲸鱼的头顶之上 竟然是存在这一只独角 而且更是令楚丰棉身上的血脉 都是有着一种熟悉的感觉 玄金 这一尊鲸鱼 竟然看起来 跟先天神兽之一的玄金 无比相似 不是相似 而是这一尊鲸鱼的身上 是真的拥有着玄金的血脉 楚丰棉曾经得到过玄金独角 将玄金独角炼化 才最终凝聚出了玄金血脉来 但是这一尊鲸鱼的身上 楚丰棉感觉到了似曾相识的血脉之力 这应该是得到了玄金精血的一尊鲸鱼海兽 更有可能是玄金的后代 楚丰棉看到了这一尊独角鲸鱼 不由地开口道 不管是哪一种 这独角鲸鱼的身上 却都蕴含着极其纯粹的玄金血脉 怪不得这独角鲸鱼的力量如此强大 按照旷海神尊的说法 比起他七阶先帝的实力 还要更加强大 按照楚丰棉的推测 至少是拥有者二品顶级的血脉 原来是一尊继承了玄金血脉的独角鲸鱼 而且 这血脉也是无比纯粹 虽然远远比不上楚丰棉身上 凝聚出的玄金血脉来 但是也是无比纯粹的血脉了 在这身为先天神兽玄金血脉的加持之下 这一尊独角鲸鱼的力量 的确是强横到了极点 他在面对那玄雀先帝的时候 占尽了优势 尤其是这庞大的身躯 所蕴含的强大力量 更是令这玄雀先帝都无法招架 只能够是仓皇逃窜 这玄雀先帝 虽然身为外界舞者 他自身的境界力量 其实要远远超越这独角鲸鱼 但是 在这北海界天地法则的压制之下 他的力量无法施展 而武道上的优势 却是无法弥补这绝对的力量差距 在面对旷海神尊的时候 玄雀先帝都有些力不从心了 更何况是面对这比起旷海神尊力量 还要更加庞大的独角鲸鱼 若非是那海域妖族的五位妖皇 联手不振 死死地压制 这那独角鲸鱼的力量 现在这玄雀先帝 只怕是离拜不远了 玄雀 就凭你 也想要这北海界的世界本源 真是可笑 将你手中的水灵精浇出来 本帝今日可以放过你一次 不然的话 今日你这一道肉身 就陨落在这北海界之中吧 就在这独角鲸鱼 将那玄雀先帝 再一次逼退之时 这一尊独角鲸鱼 却是突然开口了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493章 《被夺射的海兽》 作者 邵羽 这令在场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这独角鲸鱼 不管是实力再强 它本身 其实也只是北海界的一尊海兽 北海界之中的海兽不少 但是 不管是实力强大 海兽实力弱小的海兽 有这一点的 从来不曾改变过的 就是没有灵质 北海界诞生出的海兽 无一例外 都没有灵质 它们只懂得以本能战斗 所以这海域妖族 才会在这北海界之中 画出了一片片的禁区海域 就是因为 栖息在这禁区海域之中的海兽 就算是自身的力量再强 只要是不进入禁区海域之中 去招惹那些海兽 这些海兽 也不会主动去猎杀海域妖族 最多只有一些偶然迷路的海兽 出现在禁区海域之外 但是总归是这样的 海兽没有灵质 是整个北海界之中公认的 但是现在眼前这独角鲸鱼 竟然是会说话 而且它一开口 更是认出了那玄雀先帝的身份 你 你是什么人 那玄雀先帝都是目光一凝 凝重的看向着独角鲸鱼 玄雀先帝可是外界舞者 在海域妖族之中 知晓它名号的人物多不多 只有妖皇才有资格知晓它的名字 对于大部分的海域妖族而言 它都是一位极其神秘的存在 更何况眼前的独角鲸鱼 只是一尊海兽 海兽是几乎不可能 出现在领地之外的 根本不可能知晓它的名字才对 怎么 玄雀先帝 当初你差点将我斩杀 现在 竟然认不出我来了 看到玄雀先帝震惊的样子 独角鲸鱼却是大笑一声开口道 这一道笑声 竟然是在这海底海沟之中 爆发出了一道强横的海浪 你 你是 玄魔 听到这话 玄雀先帝猛然开口道 玄魔先帝 也是 曾经得到了世界种子 进入到了这北海界之中的外界舞者之一 这些进入北海界的外界舞者 大部分的心思 都是想要夺取这北海界的世界本源 甚至是独占整个北海界 因此 其他进入北海界的外界舞者 则是在进入北海界的一刻 便是自动敌对了 现在这玄魔先帝 便是曾经进入北海界的外界舞者之一 而他 更是这玄雀先帝至交好友 可是二人在进入北海界之中 却是当场翻脸 最终这玄魔先帝不敌 被这玄雀先帝斩杀 成为最先出局的外界舞者之一 但是这玄雀先帝却没有想到 眼前的这独角鲸鱼 竟然是变成了玄魔先帝 更应该说是玄魔先帝 变成了这样一副模样 夺射 你竟然选择夺射这样一尊海兽 玄雀先帝目光闪烁 看向那独角鲸鱼 却是突然明白了过来 大声喊道 而听到这话 那独角鲸鱼也是忍不住的大笑起来道 玄雀先帝 想不到吧 你以为你斩杀了我 我还是有着一缕残魂逃了出来 而且更是进入到了这禁区海域之中 夺取了这一尊海兽 这海兽的血脉 远远比起我自身的血脉优秀 现在夺取了这独角鲸鱼 我看你如何是我的对手 这北海界的世界本源 也将归我 到时候这整个北海界 都将属于我 独角鲸鱼狂笑吼道 夺射 一位先帝 竟然去夺射 这几乎相当于放弃自身的先帝之道 放弃自身苦修的力量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这玄雀先帝都没有想到 玄魔先帝 竟然是会甘愿放弃先帝之道 而夺射这独角鲸鱼 不过转眼之间 这玄缺先帝也是想明白了 这独角鲸鱼本身的实力 都比起玄魔先帝相差无几 再加上这独角鲸鱼的血脉高贵 夺射了这独角鲸鱼 这玄魔先帝未来的实力 还有可能更进一步 因此 短暂失去了一部分的力量 也无所谓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这独角鲸鱼的力量 在整个北海界之中 都堪称无敌 凭借这自身强横的蛮力 以本能来战斗的时候 都是所向无敌 更何况 现在这独角鲸鱼拥有的战斗的意识 懂得技巧 实力更是会加倍提升 在这北海界之中 根本是没有任何人 还可以抗衡它了 这玄魔先帝 现在夺射了这独角鲸鱼 自然是所向无敌 而一旦是得到了三枚水灵精 它就可以一举吞噬了这北海界的世界本源 掌握一个小千世界 那个时候 这玄魔先帝的力量 还不知道会强横到什么地步 在这样的好处面前 暂时放弃先帝之道 来夺射 这独角鲸鱼 也未必是不能做的一件事 甚至于这玄魔先帝 其实已经是在炼化这水灵精了 这玄魔先帝 无法炼化水灵精 但是这玄魔先帝 却是在夺射了独角鲸鱼的情况之下 有着炼化水灵精的能力了 这独角鲸鱼 本就是北海界之中的海兽 跟水灵精的力量 无比契合 楚风年一眼就看到了 那一枚水灵精 已经是落入到了 这独角鲸鱼的身躯之中 正在被炼化 也正是因为玄魔先帝的举动 这水灵精 才会被迫反抗 爆发力量 引起这天地波动 玄魔先帝 给我死吧 今日 你的这一道肉身 就陨落于此吧 等我彻底吞噬了这北海剑 我必然会出去追杀你 彻底的毁灭 你的本体世界 让你彻底陨落 独角鲸鱼疯狂地咆哮道 那玄魔先帝的脸色无比阴沉 似乎是如今进退两难 他的实力 完全无法跟这独角鲸鱼继续抗衡 若是一直战斗下去 极有可能他的这一道肉身 今日就陨落于此了 但是这水灵精 这北海剑 他也不愿意放弃 只是纵然是今日暂时逃走 只要是携带这水灵精 玄雀先帝 也就将无法离开北海剑 若是要离开北海剑逃命 就必须要放弃水灵精 彻底放弃这北海剑世界本源的争夺 这是玄雀先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 这北海剑的世界本源 可是关乎这他冲击更高境界的希望 但是 就在这双方僵持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道身影 却是浮现在了二人的中间 本章完 九玉剑地 第4494章 打破极限的剑气 作者 邵宇 这一道身影 自然是楚风眠 他看了一眼这玄雀先帝 以及那已经夺射了独角鲸鱼的玄魔先帝 平静地开口道 不用在这里争斗了 你们二人手中的水灵精 都是我的 乖乖将水灵精交出来 然后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 本来楚风眠 倒是也不想这么快地出手 准备先看完这一场闹剧的 反正他也不着急 但是很快 就在刚刚 楚风眠突然是注意到了 那混沌血脉之力突然的力量波动 以及很快 旷海神尊传递回来的消息 这都意味着 楚风眠来到北海界的第二个目的 那混沌圣皇所留下宝物的踪迹 已经是出现了 既然如此 那楚风眠便是懒得着继续看这一场闹剧了 而是直接出手 将这玄雀先帝 独角鲸鱼手中的两枚水灵精收走 然后走人 至于这二人的争斗 跟楚风眠无关 楚风眠也懒得插手 面对突然出现的楚风眠 不管是那玄雀先帝 还是独角鲸鱼 都是突然一愣 他们二人似乎都是没有想到 在这战斗之时 竟然还会有第三个人出现 横插一手 而且一眼看过去 楚风眠的容貌也是无比陌生 你也是外界舞者 原来又有人进入到了北海界之中 说 你是什么来历 那玄雀先帝目光一宁 看向楚风眠冷声说道 既然都是进入了北海界的外界舞者 那么楚风眠这一次所来的目的 不言而喻了 再加上楚风眠一开口 就直接来索要水灵精 这玄雀先帝看向楚风眠的目光之中 自然没有任何善意 而那玄雀先帝 而是更加纯粹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夺舍了独角鲸鱼的远古 这独角鲸鱼的目光 看向楚风眠之时 眼神之中 都尽是贪婪之色 又来一个送死的家伙 而且你的手中 好像也有一枚水灵精 很好 看来海神宗的那枚水灵精 落入到你手中了 如此正好 本来我还想先解决了 那玄雀先帝 再去海神宗一趟的 现在看来 倒不如如此麻烦了 既然是水灵精送上门来了 那么我就收下了 哄 这独角鲸鱼庞大的身躯 猛然冲着楚风眠的方向撞了过来 这庞大身躯带动的水流 都是在无声无息之间 笼罩在了楚风眠的身边 如同锁链 将楚风眠团团困住 无法动弹 而这独角鲸鱼 更是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向着楚风眠吞噬而来 要将楚风眠锁一口吞噬 找死 看到那独角鲸鱼冲了过来 楚风眠眼神之中 只有一抹冷笑 它只见一点 轰然一道剑气飞出 周围的水流纷纷破碎 而这一道剑气 更是冲着那独角鲸鱼 猛然斩杀过去 只见刹那之间 楚风眠的身躯 依然是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但是那独角鲸鱼的嘴巴 却是被这一道剑气所贯穿 划出了一道无比巨大的伤口 这一幕 让那玄雀先帝 以及那五位海域妖族的古老妖黄 都是吃了一惊 这独角鲸鱼的力量 它们刚刚曾经见到过 甚至是亲手战斗过的 这独角鲸鱼的皮肤 也是坚硬到了极点 比起仙气都要坚硬得多 这玄雀先帝之前几次出手 甚至都无法伤及到 这独角鲸鱼 但是眼下褚蜂棉随随便便的一道剑光 就将这独角鲸鱼的嘴巴贯穿 更是在这独角鲸鱼的身上 划出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这独角鲸鱼坚硬的皮肤 在褚蜂棉的剑光之下 如同豆腐一般的脆弱 这种力量 不应该出现在北海界之中才对 若是在外界 有舞者做到这一点 玄缺先帝丝毫不觉得奇怪 毕竟这独角鲸鱼的力量再强 他的境界却只相当于六阶先帝 但是这里可是北海界 任何舞者进入到了这北海界之中 都会被北海界天地法则的力量所压制 无法施展出更强的实力 所以这玄缺先帝 才会被这独角鲸鱼逼迫到了如此地步 但是刚刚褚蜂棉的那一剑 这威力 完全是超出了北海界的极限了才对 将水灵精交出来 我不杀你 褚蜂棉站在原地 脸色漠然地看到这一切 看到众人目光之中的吃惊 褚蜂棉嘴角也是不由地浮现出一抹笑容 他刚刚这一剑的威力 的确是已经超越了北海界的极限 不过这并非是褚蜂棉打破了这北海界的天地法则压制 而是他利用道径的力量 将周围的天地法则改变 道径本身便是相当于将周围的天地法则 化为使用者自身本体世界 以可以做到压制他人的效果 褚蜂棉这一次尝试 也是反其道横之并没有道径的力量去镇压 而是去释放力量 释放这本北海界天地法则所压制的力量 这一招虽然在外面没什么用 但是却是道径玄妙的一种 褚蜂棉可以做到这一点 也证明褚蜂棉对于道径玄妙的参悟更进一步了 对于道径蜂棉参悟的越多 未来他在面对化道之境顶级强者的时候 也就会越发的从容 这一次进入北海界 褚蜂棉有时间去参悟道径玄妙 现在对于道径的掌控 的确提升了许多 这倒是属于褚蜂棉的意外之喜了 但是其他人的脸色却是无比难堪 那玄雀先帝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褚蜂棉 似乎是想要知晓蜂蜂棉是如何做到的 可以打破这北海界的力量极限 而那独角鲸鱼更是不可置信地看向褚蜂棉 眼神之中尽是愤怒 以他们二人的实力 境界 根本是不可能看出道径的玄妙 那矿海神尊可以认出褚蜂棉施展出的道径的力量 也是因为矿海神尊曾经得到过寒极新主的传承 而寒极新主 毕竟可是一位画骨之径巅峰 冲击画道之径的强者 懂得一些道径的玄妙 我不知道 你是如何打破这北海界力量极限的 不过那样的手段 你也不可能施展出太多次才对 那独角鲸鱼死死地盯着褚蜂棉 突然咆哮一声 这庞大的身躯 再度冲着褚蜂棉撞了过来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495章 《一朝全震》 作者 邵宇 北海界的天地法则的压制在这里 这独角鲸鱼也不相信 褚蜂棉可以一直动用如此庞大的力量 足有万丈之大的独角鲸鱼 再度冲着褚蜂棉的方向撞了过来 庞大的力量席卷着水流 这北海的海洋之力 都在这独角鲸鱼的力量之下汇聚 这独角鲸鱼 可是继承了玄金血脉的海兽 与生俱来便是有着控制海洋的能力 在先天神兽之中 玄金所掌控的便是海洋的力量 所以这独角鲸鱼可以做到这一切 并不令褚蜂棉觉得有着任何的奇怪 恐怖的羊流 已经是在这一颗刹那之间 就将褚蜂棉所笼罩 那这独角鲸鱼的庞大身躯 更是冲着褚蜂棉直接撞了过去 以这独角鲸鱼的力量 随便冲撞过来 就足以将一名武者活活撞死 哄 而几乎在这独角鲸鱼出手的同时间 那玄雀仙帝也是突然出手了 这玄雀仙帝的目标也正是褚蜂棉 虽然这玄雀仙帝 跟着夺舍了独角鲸鱼的玄魔仙帝 有着血海深仇 但是如今 面对突然出现的褚蜂棉 这玄雀仙帝 竟然是感觉到褚蜂棉的身上 有着很大的危险 尤其是刚刚褚蜂棉施展出的力量 更是令玄雀仙帝心惊无比 不管是跟玄魔仙帝决裂 还是如今在这北海界之中的战斗 这玄雀仙帝的唯一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北海界的天地法则 为了那三枚水灵精 而眼前的褚蜂棉 则是这玄雀仙帝 争夺水灵精最大的 也是最为危险的对手 这也是令这玄雀仙帝 瞬间明白过来 才会在那独角鲸鱼出手的一刻 这玄雀仙帝也是 突然向着褚蜂棉出手了 这玄雀仙帝的身影 无声无息之间 便是出现在了褚蜂棉的身后 一把短刀 已经是浮现在了 玄雀仙帝的手心之中 这一把短刀 虽然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其中却是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力量 称得上是这玄雀仙帝压箱底的手段了 一前一后 这独角鲸鱼跟玄雀仙帝 同时向着褚蜂棉发起了进攻 不管是独角鲸鱼 还是玄雀仙帝 对于这一切都是默认的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这突然冒出来的褚蜂棉 实在是威胁太大了 为了夺取这北海界的世界本源 纵然是现在已经是身为了死敌的他们 也是不由自主的联手起来 而这一切都在褚蜂棉的眼中 不管是这独角鲸鱼 还是这玄雀仙帝的小动作 没有任何一丝一毫 可以瞒过褚蜂棉的双眼 既然自己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褚蜂棉眼神之中浮现出几分冰冷 他站在原地 心神一动 两道庞大的龙爪 却是就在褚蜂棉的头顶之上 突然凝聚出来 这突然凝聚出的龙爪 便是猛然冲着那独角鲸鱼 以及那玄雀仙帝抓了过去 不管是这独角鲸鱼 还是这玄雀仙帝爆发的力量 如今 在褚蜂棉的龙爪之下 都是显得无比脆弱 一瞬间就被彻底碾碎 褚蜂棉现在施展出的道径的力量 他自身的力量便是再也不会受到 这北海界天地法则之力的压制 虽然褚蜂棉现在施展出的 远远不到他真正权力万分之一的力量 但是却也是无限接近于八阶仙帝巅峰的力量了 不管是对于这独角鲸鱼 还是对于玄雀仙帝而言 这样的力量都是他们拼尽全力 手段进出都无法抵挡的 甚至是他们本体的力量 在褚蜂棉这两道龙爪的面前 都是远远不如 几乎是一瞬之间 一道惨叫声响起 只见那玄雀仙帝 已经是先抵挡不住 他的身躯被褚蜂棉的龙爪 一把捏在手心之中 发出尖锐的惨叫声 而那独角鲸鱼的力量 却是要强大一些 竟然是抵挡住了这一道龙爪的第一次出手 不过随着褚蜂棉心神移动 这一道龙爪的力量便是提升了足足十倍 而这一次 那独角鲸鱼便是再无任何的还手之力 刹那之间 这庞大的身躯 也是被褚蜂棉的龙爪所抓住 几乎是眨眼之间 这独角鲸鱼 还有那玄雀仙帝 都被褚蜂棉所镇压 在这海沟之中 剩下的那五名海域妖族的古老妖皇 看到这一幕都是纷纷后退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似乎是想要逃出去 这玄雀先帝的力量 都是他们无法对抗的力量了 但是眼下 这玄雀先帝在褚蜂棉的面前 竟然是一点点的还手之力都没有 就这样的被褚蜂棉轻易的击败 这种力量 简直是令他们都无法想象 在北海界之中 怎么可能存在如此恐怖的力量 但是那些古老妖皇 都来不及逃走 一股无形之力 却是已经笼罩在了他们的身上 那五名古老妖皇 也是对视了一眼 知道褚蜂棉的力量无法反抗 便是纷纷向着褚蜂棉行礼 表示臣服 而褚蜂棉 现在也懒得理会这些海域妖族 他的目光 先放在了 那玄雀仙帝的身上 这玄雀仙帝的一身力量 都被褚蜂棉彻底镇压 甚至是就连说话 都做不到了 虽然这玄雀仙帝看起来很想开口 但是褚蜂棉也知道 这玄雀仙帝所说的 要不是威胁 要不就是一些求饶的话 褚蜂棉根本是懒得理会 他心神一动 将这玄雀仙帝 直接捏死在了手心之中 同时一枚水灵精 也是从玄雀仙帝的身上飞了出来 感受着水灵精之上蕴含的天地之力 褚蜂棉的嘴角 都是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第二枚水灵精 终于是到手了 而且现在第三枚水灵精 也是已经近在咫尺了 解决了那玄雀仙帝之后 褚蜂棉的目光 看向这独角鲸鱼 比起玄雀仙帝 这独角鲸鱼 倒是要麻烦一些 这独角鲸鱼 不知道是利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是吞射水灵精 虽然这水灵精 还没有被彻底练化 但是这水灵精 依然是在这独角鲸鱼 庞大的身躯之中 而褚蜂棉要取得的是 完整的水灵精 不能有这一点点的欠缺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496章 三枚水灵精 全部得手 作者 邵宇 看来只能慢慢练化了 褚蜂棉思考了一下 便是心神一动 那龙爪也是用来一捏 这独角鲸鱼的庞大肉身 当即爆炸开来 生机彻底断绝 这玄魔先帝 也是彻底陨落 现在所剩下的 不过只是 这独角鲸鱼的血肉了 褚蜂棉运转吞天秘术 将这独角鲸鱼所留下的庞大血肉 完全吞噬 他需要 将这水灵精完整的得到 所以准备是要将这独角鲸鱼 一点点的吞噬炼化 恢复水灵精的力量 这一切 倒是需要几日时间 不过褚蜂棉等的急 第三枚水灵精 也算是顺利得手了 就是还需要几日时间 才可以将这三枚水灵精 融合在一起 这三枚水灵精 一旦是融合在一起 便是足以化为 这北海界的世界本源 那个时候 褚蜂棉就可以直接将 这世界本源所吞噬 以参悟水之法则了 将那独角鲸鱼的庞大身躯 彻底吞噬之后 褚蜂棉身形一动 便是出现在了 那五名古老妖黄的身边 看到褚蜂棉到来 这五名古老妖黄 都是眼神中闪过几分恐惧 刚刚褚蜂棉一把 将那玄雀先帝 跟那独角鲸鱼都捏死的一幕 他们都看到眼中 自然明白 眼前的褚蜂棉 也绝非是什么善良之辈 而且褚蜂棉的实力 比起那玄雀先帝 还要强大得多 面对玄雀先帝的时候 他们还有些小心思 但是在褚蜂棉的面前 他们的一切阴谋 都毫无意义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他们的阴谋 只会自寻死路 臣服 才有可能有这一线生机 所以这五名古老妖黄 纵然是心中无比恐惧 但是看到褚蜂棉的到来 还是恭敬地跪在地上行礼 表示臣服 倒是识时误 褚蜂棉看到这一幕 平静地开口道 你们回去 即可停下跟人类舞者的战争 知道吗 这北海界的世界本源 现在算是落在了褚蜂棉的手中了 而这北海界 也可以称得上是褚蜂棉的私人领地了 既然如此 他也不打算让这北海界继续打杀下去 这海域妖族跟人类舞者的战争 在褚蜂棉的眼中实在是有些可笑 只是因为这北海界被完全封锁 而他们无法离开北海界 只能够是为了这北海界之中的区区一点点资源打来打去 褚蜂棉既然是来了 也准备是将这北海界并入到剑道门的统治之下 让剑道门在这北海界之中挑选舞者 剑道门现在只是占据了一个血舞世界 其实并不算大 像是清风宗那样的宗门 麾下的小千世界 只怕是有着数十个上百个之多 越多的小千世界也就越是有机会诞生出天才来 而这些天才都将加入到宗门之中 成为宗门之中的弟子 剑道门要逐渐成长起来 单单是一个血舞 世界是远远不够的 尤其是现在随着剑道门的发展 一个血舞世界已经是变得捉襟剑肘起来 现在既然是楚风眠得到了这北海界 也准备让这剑道门入主北海界 所以他自然是要平息北海界的争斗 反正以后整个北海界都将属于剑道门 不管是这海神宗人类舞者一方 还是海域妖族都要臣服 他们双方再争斗下去也毫无意义 是 听到楚风眠的话 那五名古老妖皇纷纷点头 他们还以为楚风眠有什么过分的要求 没想到只是为了停战 楚风眠也不去理会那五名古老妖皇 他将力量散去 任由那五名古老妖皇离开 而楚风眠自己 则是化为了一道顿光 直接从这海沟之中冲了出去 第一禁区海域之外 海神宗的许多强者 以及海域妖族的许多妖皇 目光都是死死的 看向第一禁区海域的方向 他们知道 在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现在正爆发着一场大战 只是这场战斗 却是他们无法参与的 本来双方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出手 但是 当他们看到 站在半空中的一道人影的一刻 不管是人类武者一方 还是海域妖族 都是按捺住了心中的仇恨 因为这一道身影 正是旷海神尊 北海界名义上的第一强者 海神宗的第一老祖 海域妖族之中 不知道曾经多少强者 都是败在了这旷海神尊的手中 纵然是这一次海域妖族 似乎是有所依仗 以至于跟人类武者彻底开战 但是这些海域妖族的妖皇 依然是没有勇气 胆敢在这旷海神尊的面前出手 而对于人类武者而言 旷海神尊便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海神尊在北海界超然的地位 都是因为这旷海神尊 旷海神尊没有开口 他们也不敢擅自出手 双方却是因此 倒是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平静 而那旷海神尊的目光 一直是看向第一禁区海域的方向 以他的实力 自然隐隐约约感觉到了 在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爆发的战斗 但是这力量 只是在一瞬间 就是消失了 令旷海神尊 都是有些诧异 怎么回事 旷海神尊都来不及一探究竟 突然一道顿光 便是从第一禁区海域之中飞了出来 这是一道陌生的身影 不管是对于人类武者而言 还是海域妖族而言 这一道身影 都无比陌生 从未有人见过 唯有那旷海神尊 却是一步迎了上去 大人 那两个家伙 都解决了 楚风眠 看向旷海神尊平静的开口道 这么说 那两枚水灵精 听到楚风眠的话 旷海神尊都是稍稍有些愣住 楚风眠这才刚刚进入第一禁区海域啊 就将那玄雀先帝解决了 尤其是旷海神尊更是感觉到 在这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可是存在这一位力量 丝毫不亚于玄雀先帝的恐怖存在 水灵精已经全部到手了 三枚水灵精全部到手 楚风眠倒是也心情不错 他这一次出手 便是将剩下的两块水灵精 全部得手了 将他这一次来到北海界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497章 《无尽之海》 作者 邵宇 心情不错 这也令楚风眠不由的 多跟旷海神尊说了几句 对了 海域妖族那边 已经是答应下来 彻底跟人类舞者停战了 我也希望 你约束人类舞者一方 不要再起战士 楚风眠看向旷海神尊开口道 这语气虽然平静 但是旷海神尊明白 这是命令 现在名义上 旷海神尊身为北海界的第一强者 但是楚风眠想要捏死他 不比捏死一只蚂蚁 麻烦多少 他海神尊 还想要在北海界之中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听命楚风眠 尤其是现在北海界的世界本源 都已经是完全落入到了楚风眠的手中了 这也就意味着 楚风眠已经是成为了整个北海界的统治者了 是 但是 旷海神尊很快下令 另一边那些海域妖族 也是接到了那五位古老妖皇的命令 北海界的战争 就这样停止了下来 楚风眠计算着 等到他将这北海界的世界本源彻底吞噬之后 他也就可以着手 构筑这北海界跟血武世界之间的通道了 那个时候 见到门 也就可以真正占据这北海界了 当然 这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楚风眠才可以将那第三枚水灵精彻底炼化 这时间 楚风眠也不准备浪费 他在北海界之中 还有着第二件事情要做 既然是现在北海界的时间本源已经到手了 那么 也该去寻找这混沌圣皇留下的宝物了 天地异象 就在遥远的极南之地 楚风眠看向旷海神尊突然询问道 刚刚楚风眠在第一禁区海域之中 本来是一直在看那玄雀先帝 独角金鱼之间的争斗 但是正是因为楚风眠突然受到了旷海神尊的消息 以及那混沌血脉力量的回应 才令楚风眠最终是选择快速出手 将这二者解决 天地异象既然已经出现 再加上混沌血脉力量的回应 极有可能那天地异象就是混沌圣皇所留下的宝物所在了 但是楚风眠也只能够是大概感觉到力量的回应 而天地异象发生的真正地方 楚风眠也只能够是通过这海神宗 遍布整个北海界的情报网去寻找 极南之地 在这无尽之海的深处 哪里是所有人类武者 都无法踏足的区域 听到楚风眠的话 旷海神尊回答道 这北海界的南方便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汪洋 在这一片汪洋之上 甚至都看不到任何的尽头 所以被称之为无尽之海 而这无尽之海中 甚至是都没有任何一个岛屿的存在 甚至是都没有任何的生灵 天地灵气都无比微弱 所以 从未有人类武者 可以踏入这无尽之海的深处 因为一名武者的实力再强 力量也总归是有限的 没有任何一座岛屿 便是令那些武者 根本是没有落脚之地 就算是旷海神尊 也曾经试探进入过这无尽之海 但是在力量耗尽的一刻 也没有探索完整个无尽之海 只能够是最终打道回府 而对于海域妖族而言 他们生命 也需要无时无刻地吞噬天地灵气 无尽之海天地灵气的微弱 连海域妖族都无法维持 因此海域妖族 也无法踏入到 这无尽之海之中 因此 整个无尽之海看起来 其实称得上是一处无比神秘海域 不过疑问无尽之海无比平级 根本是没有任何的资源 所以 各方也没有想要探索这无尽之海的想法 只是将无尽之海 当作一处真正的平级之地罢了 平日里 也只有一些被追杀的武者 躲入到了这无尽之海中 去躲避追杀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踏足的区域 现在这天地异象的方向 就在无尽之海中 甚至是无尽之海的深处 果然 跟猜测的差不多 楚风眠听到旷海神尊的话 也是点了点头 这混沌圣皇既然是特意留下宝物 自然也不会让这宝物 被这北海界的人类武者 诱惑着海域妖族找到 所以这宝物 肯定是会藏在这北海界的隐秘之地中 楚风眠一开始猜测的 便是禁区海域 现在看来 是在无尽之海中 你先回海神宗吧 我去一趟无尽之海 楚风眠看向那旷海神尊开口道 不等着旷海神尊的回应 楚风眠的顿光 便是已经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掌握了道径的力量 楚风眠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施展他的权力 尤其是这顿光的速度 更是快到极致 这无尽之海 位于北海界的极南之地 距离第一禁区海域 对于大部分北海界的武者而言 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甚至是旷海神尊这般强者 也需要至少一周才可以抵达 但是楚风眠 却是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他的顿光便是来到了无尽之海 这还是楚风眠担心他爆发力量太强 撕裂了这杯海界 故意压制住了一部分的力量 不然瞬息就能赶到 楚风眠的目光看了一眼这无尽之海 这无尽之海看起来 便是一望无际平静的海洋 除了无边无际的庞大 也看不出任何的异常 但是当楚风眠 抵达这无尽之海的一刻 他就感觉到 身上混沌血脉的力量 正在被逐渐唤醒 在这无尽之海中 的确是有着什么东西 在吸引着楚风眠 这应该就是混沌圣皇 所留下的宝物了 楚风眠的顿光毫不停留 再度向着无尽之海的方向飞了过去 一日时间 两日时间 三日时间 楚风眠的顿光 一直是在无尽之海的上空穿行 这无尽之海 也的确不愧无尽二字 要知道 楚风眠从第一禁区海域 来到这无尽之海的边缘 才不过一个时辰的现在 而如今楚风眠的顿光 足足是三日时间 他都依然是 没有抵达着无尽之海的尽头 楚风眠现在到达的距离 都是这北海界的舞者 无论如何 都无法到达的距离了 就算是那旷海神尊 也不可能到达这里 这么远的路程 足以将他的力量彻底耗尽 要是一味的向着无尽之海的 深处飞行 甚至是有着力量耗尽 陨落的可能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498章 混沌圣皇的礼物 作者 邵宇 但是 这对于楚风眠而言 却是不值一提 以楚风眠现在的力量 这样的顿光飞行数年时间 都不可能将楚风眠力量耗尽 更何况 楚风眠还拥有着永恒神体 可以源源不断地恢复力量 不过这无尽之海 虽然看起来是无边无际 没有尽头 但是楚风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他距离那混沌血脉力量的指引 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甚至是即将近在咫尺了 很快 楚风眠的顿光连连穿梭 而在他的眼前 那无边无际的海洋 终于是到了尽头 一道道六边形晶体 浮现在了楚风眠的眼前 这就是晶体壁 也就是北海界这小千世界的边界 晶体壁外 便是无尽虚无 而楚风眠一眼就看到了 在这无尽之海的尽头 竟然是有着一座小岛 这岛屿不大 只有几公里 但是在这岛屿之上 却是存在着一座宫殿 这宫殿的风格 跟北海界 甚至是跟整个先帝纪元的风格 都截然不同 楚风眠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是属于混沌家族的风格 混沌封印 宫殿的大门紧闭 楚风眠一眼就认出了上面的封印 他也明白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指引着楚风眠 那就是这混沌封印 正是这混沌封印的力量 在指引着楚风眠 这封印正是出自混沌圣皇的手笔 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混沌圣皇特意留在了这北海界之中 这东西 其实未必可能是给混沌家族的武者留的 甚至可能是给混沌圣皇自己留下的 才会做出如此不止 楚风眠目光闪烁思考着 混沌圣皇不可能猜到楚风眠的到来 所以这宝物 其实不是给楚风眠所留的 而是给其他人 而对于混沌家族的武者而言 其实只有混沌圣皇 会前来这先帝纪元之中 那么说这宝物 极有可能是混沌圣皇给自己留下的 只是这一次听完楚风眠 准备回到先帝纪元之中 顺水推舟地交给楚风眠 想到这里 楚风眠心中也越发地激动 混沌圣皇留下的宝物 绝对不是凡物 这混沌封印 唯有混沌血脉的力量 才可以解封 而若是强行攻打 就算是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 也未必无法将其打破 楚风眠知道 这种混沌封印布置起来 也极为繁琐 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从何混沌封印都足以看出来 这混沌圣皇对于宫殿中的宝物 多么重视 楚风眠心神一动 一股混沌血脉的力量 便是浮现在了楚风眠的手心之中 他随手一点 这力量便是注入到了混沌封印之中 很快 感觉到混沌血脉的力量 这混沌封印被打破 大门轰然打开 楚风眠一步踏入其中 便是看到了一个石棺 位于宫殿之中 整个宫殿 除了这个石棺 并没有任何的东西 这到底是 显然这个石棺 就是混沌圣皇留下的宝物了 楚风眠观察了一眼这石棺 缓缓走了过去 推开石棺 一股剧烈的危险 突然涌上心头 哄 道径的力量完全爆发 笼罩在了楚风眠的身边 而楚风眠的力量 也是完全爆发 随时准备出手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 这危险的感觉 虽然是来自于石棺之中 但是大部分 却是来自楚风眠的本能 对于强者危险的一种本能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种感觉 似曾显示 楚风眠目光一凝 这种感觉 他并不陌生 更应该说 楚风眠不久前 才刚刚体验过 那就是主宰 一位主宰 带给楚风眠的感觉 一位主宰强者 就算是一位陨落的主宰 也依然会带给楚风眠 一种剧烈的危险 这就是意味着主宰 便是超越了楚风眠的存在 主宰的一丝一毫力量 都对于楚风眠的本能 有着极大的危险 而如今推开着石棺的感觉 跟之前楚风眠打开时间之门 吸引到那阴影主宰的时候很像 这石棺中的东西 竟然跟主宰有关 楚风眠眼神一亮 若是说 现在对于楚风眠什么东西 最为吸引 自然是主宰 不管是主宰的骸骨 还是主宰的意识 一位主宰留下的残骸 都足以令楚风眠的实力突飞猛进 这是 很快 楚风眠完全推开石棺 一到身躯 就这样静静的躺在石棺之中 看起来这是一名中年人 光头也没有头发 紧闭着双眼 看起来像是在沉睡 这令楚风眠第一眼看到 都以为这石棺中 真的躺着一个活人一样 但是很快楚风眠就确定 这中年人的身上 没有任何的生机 这是一个死人 甚至 楚风眠仔细观察 他才发现 这中年人的身上 竟然是带有这几分虚幻 虚影 楚风眠目光一宁 再度看了过去 他才注意到 这光头中年人的身影 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在这石棺中的 却是一片血迹 血迹 在这血迹之上 楚风眠感觉到了一股 无比熟悉的力量 这正是主宰的力量 刚刚那光头中年人 似乎就是这一片血迹之中 弄出来的 这是 主宰精血 楚风眠仔细观察 才判断出了 这石棺中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竟然是主宰留下的精血 楚风眠都是忍不住的 确认了很多遍 才确定 这东西 就是主宰精血 竟然有主宰精血 流了下来 楚风眠都是有些不可思议 主宰强者 不同于先帝 不同于先天神兽 主宰是近乎不死不灭的 一位主宰 只要是 留有一丝力量 他都可能在这力量之中 再度重生 更何况是主宰的精血 若是一位主宰已经陨落 面前这血迹上残留的精血 都足以另一位主宰 再度重生复活的 而若是一位主宰没有陨落 他也会即可收回自己的精血 毕竟精血 可是一位主宰的力量之源 对于一位主宰 没有理由将这精血 留在其他地方 所以 跟先天神兽 跟先帝的精血不同 主宰的精血 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499章 主宰圆穴 作者 邵宇 更应该说 这主宰精血 是不可能遗留下来的 楚丰眠之前 在无尽虚无之中 去猎杀虚空神的时候 的确是得到了主宰精血 但那也因为这楚丰眠 直接斩杀虚空神的肉身 才强行夺取来了 除了在猎杀一位主宰的时候 几乎是不可能还有其他机会 可以得到主宰精血 但是现在 这主宰精血 就安静地 躺在石棺之中 甚至于楚丰眠都可以感觉到 在这石棺之中的主宰精血 跟楚丰眠之前猎杀虚空神 所得到的主宰精血 在力量上 截然不同 这 应该是主宰的圆血 而并非只是单单的精血 楚丰眠目光一凝 圆血 这是只有踏入主宰境界 才可以凝聚出的血脉 圆血 代表的便是一位主宰的力量之源 眼前这石棺之中的血迹 比起楚丰眠所见到过的主宰精血 要强大太多了 单单是这些血迹之上蕴含的力量 楚丰眠都可以清晰感觉到 足以达到一位化道之境顶级强者的实力 单单是这血迹上的力量 都恐怖到了如此地步 令楚丰眠所可以想到的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圆血 一位主宰真正的力量之源 一滴圆血的损失 对于一位主宰而言 都是需要无数个时代 都难以恢复过来的伤势 而眼下这血迹之上的圆血 却是至少有着足足三滴 三滴圆血 这一位主宰强者 若是突然失去三滴圆血 自身的力量 都会下降不少 这三滴圆血 那混沌圣皇 到底是从何得来的 楚丰眠看到这一探血迹 他的眼神之中 都是浮现出了不可置信的目光 混沌圣皇的实力 再强 他也不可能是 伤到一位真正的主宰才是 更是不可能得到这圆血 楚丰眠也无法想象 这混沌圣皇 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 这三滴圆血 但是 不管是这圆血 究竟是从何而来 这圆血的价值 楚丰眠都远远无法想象 毕竟这圆血 所代表的 可是主宰强者的力量之源 价值根本无法估量 算起来 甚至可能比起楚丰眠 从无尽虚无之中 猎杀那虚空神所得到的圆圆 价值都要更高 毕竟圆圆所蕴含的玄妙 更多的相助一位先帝 踏入主宰之境所用 但是这圆血 可是绝对力量的凝聚 若是可以将这圆血 融入到身躯之中 甚至是以此 凝聚出血脉之力 楚丰眠的目光看向这圆血 他的眼神之中 都是露出了震撼之色 他也突然明白了 这圆血 只怕一开始 就是给混沌圣皇自己所留下的 混沌家族的血脉之力 便是可以吞噬其他血脉之力 融入到自身血脉之中 在混沌血脉的力量之下同化 化为自身的血脉之力 所以对于混沌家族的舞者而言 他们自身融入的强横血脉越多 自身的实力也将更强 追求融入强大的血脉 几乎是对于混沌家族 每一位舞者的目标 而这圆血 无异于是最强大的血脉之力 一位主宰的力量之源 一旦是可以融入到身躯之中 便是相当于主宰血脉 这力量 绝对是要远远超越楚风眠自身的九大先天神兽血脉之力 甚至是这九大先天神兽血脉之力加起来 都未必有着这圆血凝聚出的血脉之力强大 毕竟一位主宰的力量 可是跟先帝有着天差地别 这圆血 不知道是如何被混沌圣皇所得到的 但是对于混沌圣皇而言 他肯定也无比希望 可以炼化这圆血 融入到自身的血脉之中去 也求冲击更高的境界 混沌圣皇的实力 其实已经是达到了主宰之下的顶端了 而对于混沌圣皇而言 他的目标 自然不止于此 虽然现在混沌圣皇 都堪称是十方天界纪元之中 最为强大的存在了 但是对于混沌圣皇而言 他的目标 只有可能是一个 那就是主宰 希望可以踏入主宰之境 对于混沌圣皇而言 他最大的依仗 便是混沌秘典 一旦是可以修行到混沌秘典的第十层 按照混沌秘典的记载 他身上的血脉之力 便是直接可以化为混沌之主的血脉之力 因此 一旦是踏入混沌秘典的第十层 也就几乎意味着 可以踏入主宰之境 但是这混沌秘典的第十层 也是从未有混沌家族的武者 所可以踏入的境界 甚至是想要尝试冲击这第十层的 都寥寥无几 混沌圣皇自身 便是距离混沌秘典 第十层 最近的武者了 但是混沌圣皇 却是一直尝试 却是收效甚微 因此 这混沌圣皇 肯定也选择了其他的办法 去冲击主宰之境 这三滴元血 只怕就是混沌圣皇的尝试 他也想要借助 这元血之力 将其吞噬 凝聚出新的血脉之力来 来让自身的血脉之力更加强大 一举踏入主宰之境 只是不知道为何 混沌圣皇没有成功 也许是混沌圣皇身上的混沌血脉之力 已经是不足以压制住这三滴元血了 一旦是无法压制 强行吞噬融入这三滴元血 那这三滴元血 将不再是一场机缘 而是灾难 因此这混沌圣皇 才会将这三滴元血 留在这北海界之中 混沌圣皇也是 在寻找其他的办法 来压制这三滴元血的力量 楚风眠可以在这三滴元血之上 察觉到这迹象 这三滴元血的力量 的确是被压制住了 虽然楚风眠不知道这混沌圣皇 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 但是这三滴元血的力量 的确被压制住了 只是在被压制住 这也是真正的主宰之力 主宰的力量 混沌圣皇 毕竟不是楚风眠 他的混沌血脉再强 也并非是真正混沌之主的血脉 想要压制这元血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因此 这混沌圣皇才 迟迟没有动手 将这三滴元血 算是藏在了北海戒指中 这三滴元血 混沌圣皇虽然无法压制 但是对于楚风眠而言 混沌圣皇无法做到的事情 楚风眠却未必无法做到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四千五百章 吞噬圆血 作者 邵宇 想要压制这圆血的力量 将其融入到自身的血脉之中 想要做到这一点 其实最需要的 并非是力量 而是血脉 论起力量 实力 就算是如今实力大涨的楚风眠 面对混沌圣皇 也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就算是楚风眠成功地 将这北海界的世界本源吞噬 它的力量相比于混沌圣皇 也依然至少相差一个境界 画到知境的顶级强者之中 楚风眠也大概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三个层次 甚至是四个层次 只是最后两个层次 对于楚风眠而言 还是楚风眠无法触及到的力量 所以 楚风眠才感觉到无比模糊 不能确定 但是前两个层次 楚风眠已经感觉出来了 他所曾经出手击败的那疆域圣祖 介与父盟主等人 应该都是画到知境的第一层次 而楚风眠自身的实力 应该是达到了画到知境的第二层次 在网上 便是剑阁之主 混沌圣皇的层次了 剑阁之主 混沌圣皇等人的实力 其实还是要超越楚风眠的 当然 楚风眠曾经的师尊 剑道之主 被誉为主宰之下的第一人 在楚风眠现在模糊的印象之中 剑道之主的实力 比起剑阁之主 混沌圣皇 似乎还要更强 所以 楚风眠这才隐隐约约判断出了画到知境的四层境界 楚风眠至少是 需要将自身境界 踏入九阶先帝的层次 令楚风眠的实力大涨 它才有可能达到混沌圣皇的层次 论起实力 楚风眠不如混沌圣皇 但是要炼化这三滴圆血 所需要的 并非是力量 若是力量 不管是画到知境的第几层次 在这圆血的面前 都依然无比弱小 因为这圆血中所蕴含的 可是真正的主宰之力 主宰的核心力量 想要炼化这圆血 将其中的力量压制住 最需要的 还是血脉之力 混沌家族的血脉之力 而在混沌家族的诸多五者之中 楚风眠的血脉之力 毫无疑问是最强的 没有之一 就算是那混沌圣皇的血脉之力 也不可能跟楚风眠相比 因为它的血脉 并非是源自于混沌家族的传承 而是直接来自于混沌之主 可是货真价实的主宰血脉之力 因此 这混沌圣皇 无法炼化这三滴圆血 楚风眠却是未必无法做到 而且 这三滴圆血 也是曾经被混沌圣皇 压制住了一部分的力量 这对于楚风眠而言 更是令他有着更大的把握 可以将这三滴圆血所炼化 混沌圣皇 应该也是如此认为 才会让我来到这北海界之中 取这三滴圆血吧 楚风眠默念一声 他也是猜测出了 这混沌圣皇的想法 既然以混沌圣皇的血脉之力 都只差一点 就足以炼化这圆血 那么 血脉之力 远远胜过这混沌圣皇的楚风眠 自然是有着炼化这圆血的能力 这三滴圆血 就是混沌圣皇 为楚风眠准备的大礼 这可是一份天大的温情啊 楚风眠默念一声 他也明白 这份礼物的厚重 三滴圆血 楚风眠都不用去想 就能够明白 哪怕是以混沌圣皇的实力 都是历经千难万难 才有可能得到 而现在混沌圣皇 将这三滴圆血 已经是全部给了楚风眠 这份恩情 楚风眠铭记于心 混沌家族对于楚风眠 本来就帮助不少 再加上这三滴圆血 他已经是要欠混沌家族 一个大人情了 日后混沌家族 无论遭遇什么为难 我都必将出手 楚风眠向来恩怨分明 这混沌家族 有着大恩与他 他也必定报答 这三滴圆血 的确是楚风眠无法拒绝的礼物 楚风眠现在作为缺少的 就是力量 而这三滴圆血 正是最好的力量之源 只要是可以将这三滴圆血 链化融入到血脉之中去 楚风眠估计着 他的血脉之力 将会至少提升一倍的力量 这的确是一份大理了 就让我来看看 主宰圆血 到底多么强大吧 楚风眠目光看向石棺之中 他也是大手一挥 一把将那血迹抓起来 感觉到其中蕴含的主宰之力 楚风眠当即是一把将其全部吞噬 哄 随着三滴圆血 被楚风眠一把吞噬到了身躯之中 一股狂暴无边的力量 也是在楚风眠的身躯之中 疯狂的爆发着 主宰圆血 这是楚风眠要真正尝试吞噬主宰的力量 以凝聚出主宰血脉来 仅仅只是三滴圆血 但是当这三滴圆血的力量 在楚风眠的身躯之中 彻底爆发之时 楚风眠也依然感觉到 他的身躯都是要炸裂开来 这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一般的舞者 甚至是九阶先帝 贸然接触这力量 自身都是 有可能被彻底毁灭的下场 也正是楚风眠的肉身如此强横 才抵挡住了 这圆血第一波爆发的力量 不然单单是这第一波爆发 都足以将楚风眠的身躯撕裂 不过很快 随着楚风眠抵挡住了这圆血 第一波爆发的力量 他也是感觉到 一股无形之力 正笼罩在圆血之上 在压制着圆血的力量 这一股无形之力 并不狂暴 但是却有着一种压制一切的霸道 楚风眠知道 这就是混沌血脉的力量 更应该说 是混沌之主的力量 同为主宰之力的力量 两股血脉之力 在楚风眠的身躯之中 激烈地交锋着 只是一刹那之间 这力量 便是交锋了千万次 这混沌血脉的力量 竟然都无法彻底压制住 这圆血的力量 不过 这也是在楚风眠的意料之内 这圆血 可是主宰的力量核心 若是如此容易被压制住 又怎么可能凝聚出血脉之力来 这三滴圆血的力量 比起数百滴精血中 蕴含的力量还要庞大 已经是足以凝聚出血脉之力了 但是在此之前 楚风眠需要是将这圆血的力量 彻底的镇压住 不然等待他的将是这圆血的反噬 哄 剧烈的力量交锋 刹那之间 这圆血 竟然是正脱开了混沌血脉的压制 猛然冲着楚风眠身躯之中 九大先天神兽血脉之力冲了过去 本章完